政治話題要來關 現時紅海創辦人郭台銘 在昨天宣布要投入到 總統大選 印發了政壇動盪 好 究竟這樣的非綠陣營 還有機會整合嗎 傳出郭喉兩個人 在前天其實已經見過面了 緊接著今天 郭柯他們兩個人 也將會在活動上來同台 不僅如此 現在還傳出來 說明天郭柯喉三個人 他們會以視訊來做會談 當然對綠藍營來講 看到郭台銘獨立參選 還是希望他能夠以大局為政 呼籲團結才能夠贏得勝利 因此對於這三個人 能夠坐下來談 是樂觀其成 而包括昨天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也提到了 他說跟柯文哲之間的溝通 相當順暢 雙方的共識就是 不要輕痛愁快 否則傷害到大局 在此同時他也說了 未來其實已經沒有模糊空間 如果黨員挺郭幫忙來站台 就會以黨計嚴肅處理 其實是不只是國民黨下令 包括民進黨也說了 郭台銘參選是國民黨的 雜午室呼籲支持者不必要介入 郭台銘的連署 通過社群平臺 現實動態民進黨總統參選 賴靖德母雞帶小雞 展現氣勢 要拿下二零二次大選總錦標 嘴笑把好心情全寫在臉上 綠營空路戰齊發 隨著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宣布參選 四方對戰下也難怪連國民黨都搖頭 簡直保送賴清德 不是連民進黨的朋友都說為什麼要讓賴清 德都躺著選呢 那為什麼要讓民進黨今天全部都在慶祝呢 賴清的子弟民立委林俊憲第一時間更是在臉書發文 表示很多支持民進黨的好朋友都要幫郭台銘連署 讓他議員選總統的夢 喊話可千萬別讓他們失望 只是貼文一出 馬上驚動民進黨中央 甚至當天各立委辦公室也紛紛接到黨部電話 就怕計畫藍白整合影響情勢 立雲不敢大意定調 此時無聲甚有聲 記得綜合報導